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 来观战一把萌娃三岁的前锋 打的是一个使徒 阵容方面的话,单前锋救人位压力还是有点大的 因为前期第一波抓人 我觉得这个先知的鸟是有可能会交掉的 没有鸟的支持的话 前锋救使徒的人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当然前期如果他牵制使徒的话 可能还不错,可能还不错 带的是一个传送 这边没有往里面继续深入,不去找了 往外拉 抓的话,这边看上去要抓先知 那应该是使徒最乐意看到的一个人了 机械师的话可能都没有这个先知香 一波跳,你要顶上打一刀 好的,这里这波抓住了机会 身位上面有点近 一个蓄力刀 一刀打中 好,舒服 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的外部支持给这个前锋了 因为如果抓个机械师呢 可能先知这支鸟还能省一省留给救人什么的 现在的话对吧 一先知自己被抓那就很尴尬了 来我们镜头给前锋看救不救 我觉得可以不救了 这个点位的话可以压着 但是不要救 或者卡死救一波 看一下前锋 来了来了来了 镜头全程给到三岁的前锋 看上它是天锈救还是 球稳来把这个人卖掉 要是我是这个前锋 我一定会卖的 一边一个加速 那就是想拉球 要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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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晕了 我去还真给撞晕了 咻啊 小伙子还要来 还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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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哎 年轻 胆子大 操作好 我吐了 对吧 这你能走得了 先来给你一刀 好的 但无论如何 这波前锋打得非常漂亮 这波救人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 换挂的话 对于安来说 这个节奏也是亏的 这边猫再补一波 前锋 这边 安安安 往前 一波爆 一波沉默意义不大呀 前锋这边来到了自己的遗产家 他得拉走 他得拉走 前面有祭司 倒在自己遗产的话 这边得需要有一个博命的人来 把这人给救了 而且还不一定救得下来 这样的话 我觉得安还有机会 虽然说节奏大伤啊 对于一个使徒来讲 这波没有能够通过防守去打到东西 甚至还被迫换挂了 但是 由于他手招在一产级 我觉得还能打 一波防守可以翻盘 一波防守可以翻盘 这里先知先被摸好 然后应该是自闭的机械师来救 手上面可能有博命 但这个时间点过去的话 很容易过半的 慢慢的跑 安只要看见了这个人 我感觉就过半 没看见吗 那有两码事情了 这 来得及吗 好像 看看 这安眉的手 过半了 好的 哎呀 过半了 过半了 这不能救了 不能救归 不能救 电击还不够啊 跳过来 把猫拉回来 打一刀 先救 救下来 以后再一波晕 有波命 帮忙 扛刀 没扛住 那这边选择强点这台电击 先知外面再修一台 电击不够 因为这个距离跑过来真的太远了 一个机械师跑过来真的太远了 安都没防守 安防守就必定过半的 这边将前锋挂飞 然后传送回来 再来守这台电击 是一个宝瓶真剩的面 怎么说呢 还是带回到了前锋这边的遗产级 这一点是最伤的 球手这边全部拉开 那我们看一下后续怎么打 传送过来 根据足迹 直接放猫 斜脚放 看位置 分裂的话 得往前 他跳一波的话 这个猫得再往前送一步 动线给打掉 往前送 再跳一波 这个位置还是不够 先知绕回去 修掉自己的电击 目前来看 求生者想要平 还不一定呢 这个局安是有机会的 就所以说 怎么说呢 大家还是可以知道一点 就是操作好 是一回事情 可以帮你扭亏 对吧 围银 但是这边倒在这个遗产街 其实是更伤的一件事情 这里的话我估计 那个三岁应该也没有想到吧 这个安慧来追他 挂一个二挂的先知 祭司要去救机械师操作 补一台 人本人还要再去补一台 这台先点 好像他是选择全程用娃娃了 娃娃点掉这台 以后再点最后一台 祭司这边 安这边先来打这个娃 要把这个娃给处理掉 那会不会把猫拉回来 然后把这个先知放下 晕一波以后 因为这边可能刚刚牵 没有注意到是牵起来放了 还是怎么说 应该是 对果然是这样子的 放一波 因为他这个刚刚应该是牵了一段距离了 这样的话 也把人挂回遗产街 但这台电机其实还是点掉了 祭司修最后一台 我们看一下 这边安慧选择传送手电机 明智 这把安打得真好 思路明确 操作上面也没有任何的失误 就被前锋那波撞了 那那波是这个前锋打得好 跟安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一波拉开 好 这里一波跳 先知被祭司摸起来 两个人碰头 但祭司这边自闭也是 很清楚你安的一个用意 就是想要传送过来 把我秒在电机处 然后守之最后一台遗产 再一挂 祭司再绕出来 继续准备救人 先知这边点在电机 安这边应该是依然会管电机 因为这个街是一挂 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边猫一跳 如果这只猫有所剑术 能够跳到先知的话 我觉得使徒依然能赢 50秒的传送 这个传送有机会能再拖出来的 再电机守度的话 这个传送就能拖出来 祭司把人救下 拉回来 跳一手 沉默一下 好 这边翻 拉 一刀倒地 先知 二挂 机械师外面被迫重启 再台电机 机械师要重启 花的时间还是有点久的 而且这个先知是一个二挂 再加上祭司救安的人 也不一定稳 是不一定能救得下来的 看一下怎么安排吧 安这边应该是不太能够清楚 机械师的一个 不 祭司的一个位置的 放猫 直接拉出去 然后根据耳鸣 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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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祭司打东西来 这边猫拉回来 晕住 先打 把洞打掉 开一会时间 还有一只猫 还有一只猫 再晕 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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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点点时间了 薄心里 救下来 帮忙扛刀 扛刀 扛不住 扛不住电机 还差一点 强行摸头 这边 拉回来 打断你 牵起来 可以打一刀 对 然后传送 这边应该是传送 祭司吧 祭司吧 电机点亮 还是一个三抓 还是一个三抓 祭司这边开门走 机械师想要跳地窖 弹劾容易 这边运作 一刀 挂烧 精彩 精彩 两边说实话 打得都很好 但是呢 很可惜的就是 倒在了一台 关键性的遗产机上面 不倒遗产机的话 我觉得这把穷者 甚至有机会 能争取一个多跑的 这边其实是开月亮门 开月亮门 这边安已经是有耳鸣了 那大致知道 门开了 能跳住吗 想要晕住 然后往回打 因为你追上去 不晕住的话 也不行啊 好的 那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非常精彩的一场对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